我心想就什么都没有 可以说一无所有 但是我给了你王丽川 我所有的爱 在爱情面前我比你不有 你不要再坚持了 你不会有任何收获的 你刚才自摸自己的号码 谢小秋 我的房间 我告诉你 我没错 我没事 我只能把想い 不把你 想走山 你不走到海 在你这儿 你还没好一点 你还在上节目了 我再也不惨着你了 我把他救急给你上来 是我这边的城市 但是我救救你 你一定要努力地活过来 来 对不起啊 是先没有告诉你 靳雯跟我说你病了 我去了医院 医生送你出院了 打听到你的住址就过来了 很冒费吧 没想到你已经有孩子了 你结婚了吗 你又告诉靳雯吗 你有告诉靳雯吗 还是靳雯没有告诉我 蜜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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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雅你还记得我吗 蜜雅 蜜雅 哪个人 蜜雅 蜜雅 我回来了 小冬 我回来了 这是立川 你不记得了 记得 你好 立川 你好 小冬 怎么有空我来了 听说你姐病了 我特地来看她的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小琪 是我的弟媳妇 小龙是他们的儿子 小龙 我观看 今天晚上我们不是 什么 你朋友 对对对 今天晚上我们约了朋友 先喝茶后吃饭 你们先聊 我们先走了 那吃饭再走了 没事 没事 你们聊 小龙 带你吃饭去 走 你们聊啊 姐 那谢谢啊 谢谢帮我们带着小龙啊 谢谢啊 坐啊 我给你倒杯水吧 不好意思啊 最近都没有住在这里 水也没有烧 好几天没有住人了 所以这里灰尘比较大 我打扫一下 先把灰擦一下 我来吧 我自己来就好 我 小秋真的不用了 你坐着吧 坐着 你看着电视 我来帮你擦吧 那怎么行呢 你刚刚到你休息一下吧 我不累 真的不累 坐吧 给我吧 给我吧 你的清钱机在哪里啊 在那个啊 柜子里 对 柜子里 好 你什么时候换手杖了 你什么时候换手杖了 我有很多手杖 胃硬断了很多次 又做手术了 他们没有把你另一条队给切掉吧 切掉了 那还剩多少啊 我开个玩笑 没有被切掉 我还没有这么懂得 小秋 不要抓住我的手 这样子的话 我没有办法转身做家务 我可以给了你 感觉非常好 词终于我 打开了 心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来就好了 真的 坐好了我就叫你 坐 今天是什么待遇啊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你订宾馆了吗 今天晚上住哪儿 我能住你这儿吗 王丽川 我说你把我这儿当哪里了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干吗这么熊 你上次来书立市 不是也住我家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想说 你病了 我想来照顾你一阵子 我病了关你什么事啊 我有时候让你照顾吗 再说了 我病早就好了 别生气嘛 你看 一生气脸都白了 一点颜色都没有 坐吧 快坐快坐快坐 马上就好了 快坐 以前都是你照顾我的 上次车祸的时候 也是宵官天天照顾你 现在 该轮到我的吧 好好吃喔 好吃吧 嗯 你觉得 我的手艺有进步一点吗 我知道你的胃不好 所以我没有放辣椒 干吗看着我啊 你怎么不吃啊 我就是要看着你 我每次看你的胃口 都好像是一级棒 吃饭都觉得 我的人生充满了意义 再来 我来 我来洗碗吧 我来啦 刚才一直都是你在忙会 该我老杜妈 有色狼了 我来吧 你不用担心 我是来照顾你 可是丽川 我真的有很大的变化 我呢 现在变得更加神经质了 脾气也更不好了 内分泌也失调了 现在爱情根本就不贵了 甚至听到这两个字 都有一点小兔了 哪有这么严重啊 真的有这么严重 我这两天太忙了 没有时间洗头发 这个你也会出来了 我来帮你洗头 不要了 就不太好意思 来吧 不要了 洗个头都在洞去的 一点都不老实 哪里有 你说 你有几天没有洗头了 那个 主要是最近太忙了 所以才没有睡得起来 可惜 都放空了 早点睡吧 差不多了 那我去睡了 我去睡了 有色冷啊 我去睡了 你要干吗了 什么干吗 我 大会 我又没有说要干吗 寂寞了 你看了你看你的这些日子 我智商变得又低了 对不起啊 小秋 我错了 我耽误你太多年了 你们快来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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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午饭 午饭 什么时候做的 早上 你还没起来呢 好可爱啊 谢谢 别忘了 下班前打个电话 我来接你 拜拜 真是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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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秋姐 小秋姐 你中彩票了吗 那个是你男朋友吗 小秋姐 你还能当我们社长吗 当然啦 不是想什么呢 一会儿小妍跟我去趟车行 看看买哪一款 不用挑了 就更多那一款 是经济型了 还是经济型的 走吧 走吧 好 美女们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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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秋姐也吃饭了 这什么呀 反正都是好吃的 你们都试试吗 今天我自己带了 这是我的 谁这么体贴啊 粉红色啊 我们看一下 你看还有字啊 我是肉粥一号 请热一分钟 浪漫 我是茄子二号 请热三十秒 体贴啊 我是水果沙拉 生吃 不用热 好啦 还给我啦 你带个饭怎么了嘛 等一下 我要检查一下 我怀疑里面装的根本不是菜 是满满的 好啦 饿不饿心啊 吃饭 好啦 饿不饿心啊 吃饭 吃饭 立川 你一直在这里换有什么 我在想 如果我要变换这个空间的话 要怎么样整个空间才会 舒服一点 那只能换更大的房子啊 才会有更大的空间啊 你说的哦 那我们就换 那我先做一下设计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 你说 我呀 面积要大一点 还有呢 卫生间呢 要有更多的安全设施 就这样 嗯 小秋啊 你真的不是一个 合格的消费者啊 王丽川同学 王丽川同学 我好像 还没有答应要嫁给你爸 没有 对啊 所以你说要装修什么房子 装修成什么样子 应该跟我都没有关系 我又不想结婚 依你的一贯作风呢 我都不敢说望第二天醒来 你还会待在这间屋子里 我呢 是 记忆犹新 往事历历在目 所以呢 过一天算一天吧 好 那我就来问你一个问题 看你的记忆力 到底好不好 问好了 你还记得 你把咖啡 泼到我身上那一天吗 咖啡馆里面 放的是什么音乐 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不是 不是吗 CK君来了 Rhapsody 蓝色狂想曲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歌 我总是会去那家咖啡店的原因是 是因为她总是放我喜欢听的音乐 主要我刚才没猜出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主要我刚才没猜出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实在太忙了 我平时在电调做很多很多事情 哪有功夫去注意一下录音机里放的什么歌曲啊 好 那我那天带的灵带是什么颜色呢 咖啡色 咖啡色 不是 不可能 你不是把咖啡 泼到我身上吗 对啊 咖啡是什么颜色的 咖啡色啊 我是在问你 你还没有泼到我身上的时候 我的领带是什么颜色的 咖啡色啊 我的天啊 那你下次来的时候我把钱给你好了 钱 是电脑的钱 真是 拜拜 是蓝色 对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是那个偏咖啡色的蓝色 是吧 算了算了算了 这样吧 我问你一个更简单的问题 简单的问啊 难得你一定答不出 这一题很简单 说 我的手上有什么东西 左手有手啦 左手 左手 肯定没有结婚戒指 没有 也没有戴手套 没有 那天你在用电脑 所以手上也没有拿笔 没有 对我就说没错吧 那 那你说还有什么 我手上添了一个胶布 我小笔的时候 不小心滑到了一下 对嘛 那没事啊算了算了 你让一下好了 我就当不及格 没有关系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及格吗 因为你根本没有注意到我 对我一点都没有印象 我没有注意到你 这个绝对天大的冤枉 我跟你说我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你 那是因为我把过多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你的脸上 有本事你问关于脸的 关于脸都肯定答得出来 好 那我就问你 关于脸上的部分 你问好了 如果你要是答不出来的话 我就把你修了 答不出来怎么可能 我那天 有对你笑过吗 这个问题我知道了 那天你绝对没有对我笑 因为那天你一直抽这一张脸 错 错 不可能错 你泼咖啡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当然没有笑 但是 我抬头看到你的那段时间 我是笑的 不可能 那天你绝对没有笑 我要是没笑的话 你肯定不会把咖啡 泼到我身上 要是你 关键你那根本就不算笑好吧 你那顶多算嘴角弯了一下 謝謝小秋同学 就算 就只有一点点 这就是笑 好吧 好吧 你说算笑就算笑好了 反正 嚷嚷你了 所以 你一题都没有答对 你得零分 零分 我说王 王立川 凭什么都是你在问我呀 我要是问你的话 你肯定也要打零分的 好啊 你问啊 我肯定是一百分 想想啊 我那天穿什么衣服 黄色格子的上衣 浅蓝色的牛仔裤 对不对 什么发型 马尾病 黑色的橡皮圈 什么口红 你没有插口呢 我跟你说的第一句话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非常抱歉 我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先生 我抱歉 你讨厌啊 你不要这么野蛮好不好 你怎么都记得啊 因为 那不是我们第一次 在咖啡馆见过面吗 我们第一次见面 好像应该在小兔咖啡馆吧 你被辞退了 所以晚上 你就跑到那家咖啡店了 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 你穿了一件黑白条纹的毛衣 还有双肩背包 黑色短靴 就像隔壁的那种小女生 上学校的那种小女生 可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进咖啡馆啊 你在一台车子的面前 整理你的头发 然后 对着镜子 调制你的内衣 我都看清楚了 你把我的镜子都撞歪了 你怎么都不知道 那台车子 不是控制我啊 痛快狂王丽川 那个时候你在痛亏我失去 对不起啊 我对不起 我非常抱歉 大色狼 你知道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喜欢我了 嗯 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是多少 百分之十 小秋啊 你有没有发现 这鸡满房的设计蛮有趣的 最漂亮的时候呢 就是在天亮 太阳下山 月亮升起 将这金马碧鸡的金字招牌 倒影在街上 渐渐交织 这叫做金碧交辉 金碧交辉 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啊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再说了 又不是黄昏 我很怀疑 怎么没有见过啊 就是没见过 说来就来 嗯 你看 这不就叫做金碧交辉吗 太快了 没看到 好 这叫做金碧交辉第二次 这边有画画的 我让他给我们画一张画画 好 大哥 能不能给我们俩画一张画 好啊 多少钱啊 六十 六十 老林 这不可以 这不可以 四十画不画 画不画喽 好 好 四十就四十 你看我说完 他肯定就很画了 你们俩往后退一点 好 好 就这个姿势啊 靠近一点 来 偏一点 好 往抬一点 好 保持现在啊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啊 那到将来我们俩又不是进步 干嘛只要看着我啊 还怕有成熟啊 看爸爸 对象 对象 因为主讲一下 就是基本的 对象 不会啊 这是我们做的非常事 这个还是 换好了 这么快 不是说十五分钟的吗 画得好不好啊 你看看 对象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归下来 所以只能用这幅画 来代表你 但是我的心 的确是归着的 来自于南各旧 生于九月七日的谢小秋 我以为你 我还是要让你留着 我爱你 我爱你 你都不能用吗 你都能用我 关键 你都不想用我 你都不想用我 我会用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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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儿还有护照什么都在里面 还有三寸两张近期合影 都在 她会讲中文吗 会的 她主要今天太紧张了 所以激动地讲不出话了 如果她是瑞士人的话 还必须出具一份 婚姻状况证明的公证 证明她现在没有配偶 我不是说了吗 天问好餐来 现在多麻烦 有什么麻烦的嘛 王立川 你不要告诉我 你在瑞士已经有老婆了 我哪敢呢 喂 季川 你可以帮我办一个 档案吗 公证件 婚姻状况证明 那你可以帮我办吗 她说马上办 办好了亲自送给我们 还是大哥好 麻烦你了 谢谢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马上就去办了 那个大姐 好的 请您吃起汤 谢谢啊 那这样吧 这个先拿回去 好的 那我们办完了再来找您 好 你们下次要是过来的话 把衣服穿得正重一点 不要这么随便 婚姻是件严肃的事情 要有点仪式感 知道吗 知道了 知道了 还有 戒指准备了吗 有的有的 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桥 我刚知道你的东王后脚 正为你骄傲 北门的兰州拉面 是我们去哥的那家吗 怀念牛肉 怀念萝卜 怀念香菜的味道 对不起 小桥 分手的那天 我什么也不能说 只能飞快地逃走 当时我真的恨自己 是个大小魁 我带走了你的枕头 里面还有整理剩余的气息 现在我在医院里 依然整着她 就好像 你还在我身边 我的手术 安排在明天早上十点 将人到军教堂 为我洗刀 幸好你不在 你也不知道 我不用看见你伤心 也不用看见你难过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你都会祝我好业 是吗 爱你的 李川 嗨 小秋 我终于可以出院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真的迫不起来 真希望能马上好起来 知道吗 小秋 小秋 十七岁让上手术 给了我致命一斤 我以为 越来的东西 永远以我而去 等待着我 只有死亡和腐朽 可是呢 我却在你这里 看见那酒杯的美 在你的眼中 我尽管我 我一近了 我尽管 你 不知 我尽管 你 你 我尽管 我尽管 你 我尽管 怎么还有心意见 好 下施子 少年后 我在昆明 开了一家小小的翻译社 只有十个雇人 大部分是年轻人 小秋姐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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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雨当老板 等于遇到了双处杀手 严厉给了她一刀 工作又一刀 肯定内分泌失调 加速衰老啊 你们说与小秋姐的条件 不好好待在上海 却跑回家乡来贡献预热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来了 小妍 你马上去到博物馆 一边来了一批美国客人 需要欢迎 你去帮她吧 好 小湛 我马上要跟客户谈个合体 中午合饭去帮我留意 好 是用青椒牛肉 还是苦瓜肉丝啊 苦瓜肉丝 好 喂 小秋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李川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型了 下个星期一座骨髓移植 真的啊 是啊 是啊 那太好了 是啊 好 再见啊 拜拜 我来拿吧 那 去哪儿 去吃饭吧 好啊 咪呀咪呀 我包听到没有啊 我的立川找到合适的骨髓了 高不高兴啊 都三个月了 立川出院了吗 你这手术已经做了 但是病发症吓死人 别说躺三个月了 医生说至少要躺半年 那他现在到底好一点没有啊 你放心吧 小秋 只是现在情况还不太稳定 但是立川还是请姐姐配合治疗的 那就好 那其他人呢 姐妹 姐妹 爷爷 还有你跟季川 终于想到关心我了 放心吧 我很好 你知道吗 詹内特和人类结婚了 他们啊 因为立川一直在住院嘛 手里的项目都转给了人类 詹内特呢 正好负责景观设计 他们也是高中同学嘛 这样一来二去的就好上了 人类说她在高中啊 一直爱念詹内特 有立川挡着 一直没信 哼 这下终于得手了 哼 对了 看你别业 现在没有了新劳吧 哼 我和季川已经坤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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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啊 这半年来除了当社长 还做了什么 我捐了我的骨髓 反正能帮一个就帮一个咯 我不想看见人家像立川那样 受同样的痛苦 那你自己呢 你的个人问题呢 小秋 你到底是不是要翻篇呢 翻篇啦 只是换一个方向而已 您说啦 我有电话请来 回头就打给你 拜拜 喂 方总 我是谢小秋 您要的那些文件 我都已经翻译好了 那好 我马上给您送过去 咱们见 谁说女人只有嫁音 怎么能信我 你看看 就是她 全名我不知道 绰号CK君 CK君 按照你们女孩的说法 她简直是帅呆了 就像CK广告里的男模一样 不光是靳风喜欢 这儿所有的女孩都喜欢她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认为 我就是一个司机 也许我长得就像一个司机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啦 王立川 王大先生 你要是想找乐子去别处 如果本姑娘不陪你玩 你要是再敢来我们咖啡店 我见你一次破你一次咖啡 如果你习惯男人这样对待你 将来会嫁给很好的男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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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会有情人 我还需要这样的情人呢 小姐 欢迎光临 请问您需要的情人 您可以咖啡吗 好的 先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提出开花了 上周还有的 好多客人都跑不拍照呢 小姐 您的咖啡 您过去拍拍照吗 谢谢 您好 再见慢着 欢迎下福到来 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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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视察GNF总监大人 恭喜你 当上董事长 感觉如何 一个字 爽 别太爽了 如果年底的利润没有达到标 你就要烦恼了 难道爷爷 华山军退录 我等这一天等郭冲一局 以前 让他批个款签个字 比登轩还难 祝贺你啊 祝贺是不够的 你得要帮我 自己的大哥能不帮吗 别忘了GNF唯一有股份的 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靳雯呢 上课去了 什么烘焙学校学做蛋糕 就是因为你喜欢吃甜食 对了 晚上到我家我请吃饭 爷爷 金奈特 瑞内都会过来 什么事啊 你的生日 哦 哦 泡泡 抽气道 抽气道 卫生间里除了下水道 还有抽气道 对啊 如果抽马桶的时候 没有抽气道 就会形成真空 那我怎么样 例如 如果有一天 帝国大厦的 每一个马桶上都坐一个人 然后他们约定 同一个时间抽马桶 如果没有抽气道的话 巨大的真空 就会把所有人的屁股 牢牢地吸在马桶座位上 谁都站不起来 那怎么办啊 除非 位置最高的那一位 张开他的嘴巴 然后 排气 讨厌 说我的嘴巴是什么 你的嘴巴很香 我的嘴巴很臭 那你的嘴巴很臭 那你的嘴巴是什么 我的嘴巴很臭 让他赖 azi highlight 那我了那我了 你们好抽时间啊 来 nice les 谢谢 今天就休息了 谢谢啊 我想问一下 你们是在等副者清明吗 是啊 那个七十二 我就是坐着 我知道 更亲过了 那你们在这边干吗 你们在底下穿个个的签名啊 我们在这边穿个个的签名啊 可以啊 可以啊 希望你不要记得我亲英文 作者是不是在树里面 来把我折扯的死去活来啊 对啊 要证实一下 对对 就这 真正的作者大人来了 来 请大家给我一点面子 多多请她前面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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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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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恩 皮尔斯 一 二 二 三 这个是 真的吗 这个是 你 尽管现实是这么悲惨 在故事里 我们还是要留给独特一点希望 你觉得呢 所以我用出情的汉语 替那个 无俗气 很圆满的哲学 看起来相同的话 希望你不要记忆 这些都是我的辞职 不是吗 祝你幸福 一步一会儿 还有 记得每年过生日的时候 打开我的贺卡 每一章都写得不一样 我不许你提前拆开哦 这样的话 不许你提前拆开哦 就算我此生错过了你 至少 我没有错过你的生日 爱你的 李川 是啊 啊 是啊 是 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哪怕已经遇到那一段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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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亲亲一会儿还在那里 我和你之间可以变得很冷 也可以变得很热 但那一根线 永远也不会断 李川回到苏黎世那天 我也回到了上海 谁来了 他在看你呢 这些都是不要的 你这 这些说多好啊 你干吗不要啊 李川送的 你要不要这么干脆啊 说不要就不要啦 你要是不要的话就给我吧 你什么时候比我还领不清啊 这些都是要捐的 不捐 放我那儿 等你什么时候想要了 再来找我拿嘛 好 还有蜜亚 我妈可喜欢蜜亚了 你把它给我妈吧 还有这只 那只蜜亚也给我妈怎么样 带路上很不方便的啊 那可不行 两只蜜亚都得跟着我 刚才还说我令不清 你自己呢 把李川给你的东西都捐了 还舍不得蜜亚 蜜亚是李川托付给我的 我得知道他们是幸福的 好吧 哦 对了 校官说晚上请你吃饭 算是正式告别 好啊 小秋 我要跟你说件事情 好啊 李川要调我去总部了 正式通知已经下来了 那多好啊 你不是一直都想去欧洲玩的吗 去 我本来是舍不得离开上海的 可是呢 既然有些人已经无情地决定了 要去昆明 我是见不到他了 看来以后找他 只能打悦阳电话咯 叶静雯同学 你是不是想让我哭啊 哭给您看好了吧 蜜亚也哭 不过我可是离李川耿静咯 我可以随时帮你打听她的消息 你呀就好好工作 不用帮我打听了 我现在的心已经很平静了 不会吧 你就一点都不想知道 李川的近况吗 现在呢我已经想得很明白了 而且我也知道 真爱和浪漫的区别 浪漫呢 只是想要你喜欢的那个人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而真爱呢 你是希望你爱的那个人好 哪怕代价是离开 小秋啊 我知道你想翻篇啊 可是你也不要快得 跟火箭似的 你要给我个过度期啊 是吧 喵 反正结束 就让它结束吧 小秋 你终于半天了 正好 是吗 风云泉湾度假村 你还记得吧 李川设计的那套 记得啊 记得前面有样板房 跟我买的那套结构一模一样 要不要去看看 不要 小秋啊 好不容易翻篇了 就索性咬咬牙 翻到我这边来了 怎么样 我跟你说啊 像这种痴缠烂打的精神 你千万不要跟我学 一点都不好 都是你的前扯之简 说真的 你去昆明有什么打算 我呢攒了一点钱 准备到昆明开一个翻译社 等以后规模做大了 跟你们九通做竞争怎么样 打定主意当女强人了 有雄心有志气 不过以你的性格跟专业水平 我看好你 你会成功的 那我也祝福你 早点找到幸福的伴侣哦 曾经沧海难为水啊 沧海个头啊 你根本就没有下海好不好 小秋 我会想念你的 不过我跟你不一样 我很快就会翻篇了 毕竟这是个多变的世界 能够迅速翻篇 也是一件本事 最后的一个拥抱 你不会不给我吗 我以为你又要受你牙疼呢 保重啊 你保重 我我我我牙真的疼了 需要个吻子 是真的 又来 你能不能换点心的 真的很疼啊 我是说真的 一点儿进步都没有 好 哈哈哈哈 有些回忆 值得一辈子去纪念 會呢 我带一下 那不是想救人 我只是小秋 我要自己撑过明天 不要再眷恋 等有对的人 李川 收到这条留言 我们多半已经疲惨地 到达了你的家乡 我没有去几场送你 如果分手是爱你最好的选择 就让我们再次分手吧 也许 这就是人生 最炙热的爱 往往会遇到最低落的结局 尽管如此 我不后悔 因为我们曾经拥有过爱 哪怕爱情的波涛将我淹没 只要我能浮出水面 我还是会不顾一切地去爱你 好好保重 李川 如果醒来的时候 不能握到你的手 我宁愿天天 与你在梦中相见 永远爱你的 小秋 给我看一下 可以吗 对 好 快 好 中文字牵扒 放哪儿啊 打印机啊 小的放我办会是 大的放打印室好了 你们几个快点 一会儿我来打扫了 知道了 同志们 一会儿呢 咱们全部收拾完了以后 我请大家吃饭 开张饭哪 对啊 对 好好好 好好好 加油 加油 赶紧呢 来 赶紧啊 谢谢小姐 您的快递 给您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谢谢 谢谢 送我吧 一个小礼物 这是什么 继续战 我爱你 我爱你 也爱你 霓裳 没事吧 没事 明天见 小秋 再见 好好地照顾自己 如果您忘不了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全会没有在一起 你就把他的名字 写到这个飞机的翅膀上 然后就这样子蹲下去 就会很快一点 然后我给他的名字 关于吗 不知道 没事吧 你给我这个的时候 你跟我说明明明 你说要永远爱我 现在你反悔没关系 你尽管反悔好了 但是你要让我跟你一样 我告诉你往里看门 若没有 我就要带着他 我就要一直在 一直在一直在到坟墓里 你会让你读到一本很好的书 看到你读到一本很好的书 见到一个很英俊的男人 或者是总结一座很美丽的城市 你跟自己说 你看到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你会让这些东西陪你度过年前 但是 过一段落酒 新的事情就会发生 你读到的一本更好书 到达了一个更美丽的城市 你当另一位更精俊的男人 开始了一段更浪漫的 对不起 小秋啊 你不要害怕走近 每一个结局 都因为这新的开始 你别跟我小屁 我们俩之间只有开始没有结局 如果我们俩之间 没有一个结局的话 那就是我们俩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小秋 一定要幸福 沙靶 沙靶 一定要幸福 不是 跟你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